中間 努力幫我們 一起擠進去 可以嗎 另類合體 太多 有 都有很完美的擠進去 視線先幫我們看正前方的媒體朋友 先看正前方喔 好 再以視線一起看 你們左手邊的媒體朋友 左邊 跳棒冠軍 而且還拿到金馬獎這家新導演跟改編劇本獎的徐漢強 這是他的第2部長片真的也夠久了 那這次他還是跟在返校裡面合作無間的李烈 李奧華和 陳怡華一起共同打造這部 包含了陳柏林 還有入圍過最佳女主角的 張榮榮以及王靖 共同演出這一部 應該算是一個 黑色喜劇吧 同樣的把劇情交給 漢翔導演自己來說 不是黑色喜劇 是嗎 對不是喜劇 就喜劇 沒有很黑啦 喔好 好的 這部片是我在拍完返校的隔年的時候有一次我記得是我去 參加一部鬼片的 適應會 那因為我通常我是從小就看鬼片長大的 小時候很愛看 那你知道看多了之後你就會開始 沒有辦法專注的被嚇 因為就是招式大概都會 你大概鬼什麼時候會出現 什麼時候會在哪裡 躲藏 或是你以為在哪裡出現他 但是他會從另外一邊跑出來 就類似這些招式其實 看久之後會 很容易的疲乏 所以我記得我在看那部片的時候我就一直在 想睡覺 然後 我就 在電影院慢慢的隨著那個緩慢的步調要睡著的時候剛好看到一場戲 就是有一隻女鬼在一個很骯髒的環境裡面在一個破屋還是廁所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 在地上很努力的爬著爬著就為了要嚇他眼前的一個活人 然後那一刻已經出戲到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女鬼在這個活人進來之前他到底在這個廁所待了幾個小時 就是 萬一都沒有人來怎麼辦 如果今天來了然後 因為他那件事有點像是一個表演 而且是不能NG的表演 因為就你拍戲你可以重來 但是如果你當鬼的話 你如果 嚇不到人 那你就不恐怖了 你就 你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立鬼 對所以後來就是我記得好像是看到那個 那個鬼片的時候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很同情那個 鬼片裡面的鬼 就是 覺得 那真的是一個好 好困難的職業 對 那當時我也搞不大清楚為什麼我會突然對這件事有一點 感觸 我記得我在 看那場戲的時候莫名其妙看到哭 就別人在那邊尖叫的時候 我就莫名的落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 所以後來就想到這個idea 就是 我們平常都是從人類的角度在看 恐怖片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站在 鬼的角度 在想像 我們看到的這一些很神出鬼沒的 鬼們 他們如果今天要 嚇人 他們到底要做出什麼樣的準備 他們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才能讓自己 被看見 其實 這個故事 他 除了是個喜劇之外 他也 比較像是一個 他比較像一個諷刺喜劇 應該這樣說 對 這其實應該也算是那個 返校 陣候群當中的 症狀之一 就是 拍完一部 這麼精彩的鬼片後 去看其他人的鬼片 開始同情起 裡面鬼的世界 到底是怎麼模樣的 是是是 對 因為就是 我記得在拍返校的時候 因為我其實覺得 我很不 擅長 拍 嚇人的 我很不知道怎麼嚇人 對 那所以 我現在在返校的時候 要去揣摩 鬼片到底怎麼嚇人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好難喔 然後 對啊然後 比如說 記得在返校的時候 有那個 方瑞欣的替身 他臉是那個 就是 被做過特殊 撞那個皮的那個 然後他 必須頂著那個面具 然後 拿著蠟燭 在那邊走路 但他看不見 他其實看不大見 然後所以我就 他就發現 他要一直 走走走 然後走到 快要撞牆 然後我們就要一直提醒他 往左邊一點 往左邊一點 直走直走 直走 在這三步 這樣 就覺得 就是後來這些經驗 就有點變成在拍鬼才知道的時候 然後在寫鬼才的時候就 一些電子吧 對 我想這也是那個 拍電影的導演 在看電影的時候 跟我們這些正常人 跟我們這些一般人看的時候 完全不同的角度 但我想請劣姐來分享一下 因為 返校是不是 嚴格說起來應該是 你挑選了 徐漢強來去導 這個騙子嘛 但是這次是徐漢強自己 丟出一個 本子來 吸引你嘛 這個過程跟我們聊一下嘛 嗯 這只是我的猜測 沒有鬼才知道 其實就是 導演在 幾年前 那個時候是疫情前吧 他先拍了一支短片 那我們把它當成是 鬼才之道的一個 一個熱身的東西 那那支短片 在網路上引起了 還蠻不錯的迴響 所以 才有後來 我們就 我們就 其實在 找資金啊 找演員各方面都 相對容易 那 因為鬼才之道 它真的不是一個恐怖片 它就是一個喜劇片 呃 因為 我是不看恐怖片的 對 我做了返校 但是我不看恐怖片 我不敢看 惡人無膽 就是我的寫照 對 那 呃 嗯 對 那你自己來看那個 就是 徐漢強在這個片子裡面 有成長嗎 嗯 跟那個 因為我老覺得 他拍完返校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其實非常的 呃 英遇 然後 他永遠的那個狀態 才知道的時候 也還是很英遇 是嗎 對對對 沒有比較好 他玩 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 只要在拍戲的時候 就很英遇的人 他從來沒有不英遇過 對 他並沒有因為這是個喜劇片 而變得很開朗 對 本來是以為 拍喜劇好像要好一點 對 沒有 對 更可怕 更可怕 對 他壓力更大 OK 那我們請耀華也來 聊聊 好 而這次其實也算是跟 無論是跟月姐或是跟漢強應該都是第二次在合作了 嗯 那你這次看 大家的變化在哪裡呢 嗯 我不知道 剛才講說 許漢強還是一樣英遇 這個部分就沒救 我無解了這樣 以後他如果再展示出那種性格的話我們就當他是在創作當中就不需要太關心他 那除此之外你這次看許漢強的風格啦或者是手法上面你覺得漢強這次有沒有什麼重要的一個突破或改變的 就是他的壓力應該比上次還要大啦 因為上次是我們選的題材嘛 對 然後其實有很多東西是我們有先去設想的一些方向或是一些製作的方式 然後他因為第一次做導演那我們可能施的力比較多一點 那這次就是答應就是他自己負責嘛 就是片子的題材是他選的然後要怎麼拍什麼都是 那我們當然還是在旁邊支持但是那個比重已經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對 你自己負責任我們不管了啦 我們現在就開始在撇清我們啦 如果後面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就都不關我們的事 但好的話我們都還是有幫忙啦 所以我覺得是他他自己的那個掌控 還有他自己可能心裡對自己的一些打架吧 對肯定自己否定自己肯定自己否定自己那個過程 其實會頻率變得比較高 那個幅度也變得比較大 但是這都是 好像沒有肯定的部分 對 好 但我覺得這都是一個一個會變得更強的 一個過程啦 對尤其就成品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接近完成嘛 我們應該是所有片子裡面最先要去上映的8月7號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成品 其實這成熟度是很高的 對 因為我們在做劇本的時候花時間非常的長 因為主要是要去建立一個鬼的世界 其實你會希望它跟活潤的世界並不是差太多 但它就是一個鬼的世界 就是不管是概念上或是視覺上 其實那都是蠻多的挑戰 但是其實現在看到這個成品會覺得其實是真的是成熟度蠻高的 其實真的是成熟度蠻高的 就是蠻驕傲的 其實我們還是幫得很好啦 對 其實我們也來請Ivy來聊聊 因為Ivy從這個發行到這個監製 之前她的怪胎其實非常得受到的好評 可是關於鬼才之道 我一直覺得一個事情非常有趣 因為三年前我們就已經看到了前導影片了 所以其實這三年來 我每年只要遇到徐漢堯就問她說拍好沒 拍好沒 拍好沒 現在終於要推出了 那我們其實在應該是4月1號吧 也看到了這部電影的廣告 那時候我們也好奇說這是愚人節的一個玩笑 到底拍好沒拍好沒 但是剛才藥法已經說確定了 8月7號會上映 那這個策略可以跟我們稍微聊一下 為什麼三年前就要告訴所有人說 徐漢翔在拍鬼才知道了呢 其實因為那時候漢翔結束了返校 然後我跟他都會討論說接下來要幹嘛 然後他想要拍什麼 然後重點他說我還是想要回到我老本行拍喜劇 就說好好好拍喜劇 然後後來就 其實有點莫名忘記當初為什麼要拍那個前導 那個前導到現在其實都蠻後悔的 就是在此建議大家劇本沒有完成之前不要拍一個前導片 真的好麻煩 很多東西都不能改 然後後來就決定放下身段就改了 就是當作那是平行時空 前導片我們玩得太開心了 就太奔放就覺得沒有任何包袱就做出一個大家都很喜歡那個作品 然後接著大家期待跟壓力都越來越多 然後再加上一個原創劇本又是漢翔的第二部電影 所以他壓力非常巨大 中間就是一度劇本停擺 然後又遭遇到疫情 所以這樣三年 這個策略應該就是老天安排的誤打誤撞 所以一路就這樣子一直到2024年即將要上片 那一直強調它是一個陰間喜劇 是因為它真的是一個效忠帶淚的喜劇片 然後它反映出就是每個人當不想活的時候 既消極又積極的那一面 只是我們透過陰間的所有鬼來呈現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期待 然後它跟前導片一定會有不一樣 因為世界觀的建立其實是蠻複雜的 所以光是這個部分才會在劇本那邊琢磨很久的時間 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們8月7號上片的那一刻 所以你拍完那個前導片的時候 劇本還沒有寫出來 那時候還沒開始寫 那個時候只有前導片 那是一個概念 這是一個概念 然後這一段時間就是有時候說實話 我們也是蠻感謝疫情的 不應該這樣講 但是說實話 因為他真的什麼事都沒有做 他就是在寫劇本 然後就是因為劇本一直寫不出來 所以這中間其實沒有發生任何事 就是劇本寫不出來 就是這樣而已 以後還能容許這種事情嗎 我說劇本還沒有寫出來 先拍個前導片 然後給大家看 告訴大家說 請期待我周圍拍一部這樣的電影 所以先不要了 你會不要了 我一次就可以了 OK OK 害我那個前導片看了好多遍耶 好 我一直想說用那個前導片去預期 這部電影 最終應該會長成那個樣子這樣 洗掉 OK 好好好好好 我剛洗掉 洗掉 好 謝謝鬼才之道 好 來 我們請回座 好 接下來